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上课 我想我们今天会上 把第八章再上一下 因为上学期呢 期末我们本来有讲到第八章一点点 然后呢 期末考完最后一周 我们也讲了一点点的第八章 不过那时候我讲的时候 我感觉到大家其实都已经心浮在焉了 好像已经准备好放假 所以根本没有在听我讲什么 那我们期末考其实第八章 当时我既然有上 我也讲说我一定要考 所以我也有考了 而且我是考很简单的题目 但是呢 好像同学 没有 我认为应该大家 如果你听过有上课的话 你应该都听得懂 就应该知道一定会写 可是我发现还是蛮多同学没有写对 好 因此呢 我想我们今天会再把第八章 从一开始 就当作我们上学期没有讲过一样 再讲一次 然后第一个也让大家了解 就是说如果你之前读过了 但是似懂非懂 也许再听一次 可以让你更清楚 那我们也会延续一些新的东西 好 第八章 我们第七章在讲现金 第六章讲存货 我说了我们从前面的一到四章在讲整个会计流程 报表长什么样子之后 接下来的每个章节就针对 每一个就是会计科目 应该是说资产负债表里面的每一个会计科目 是什么样的交易会产生这样的会计科目 那我讲了这个会计科目发生之后不是永远都不动放在那里 它会因为时间的经过或者因为交易的发生 而让这些科目有产生或值或量的改变 好 所以我们就会去谈现金 好 那你说现金有什么好变的呢 但我们现金的时候我们就谈到 你把钱存在银行 那你账上记录的现金跟你银行存款里面的余额不相等 会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好这是我们谈现金的时候 谈的重点在银行调节表 那再来我们讲存货的时候呢 当然就存货你买进来就是要卖 那你账务处理的方式有两个 有一个叫做定期盘存置 那会计科目怎么用 永续盘存置会计科目怎么用 然后呢 后续当你卖掉的时候 你的交易分路怎么写 期末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谈的所有的事情一定是 这个交易发生的时候 一开始我怎么去入账 好 你的科目 你的金额 入账金额怎么决定 然后在这个科目呢 我刚刚已经讲了 交易发生之后 科目产生了 这个科目不是永久不变的 他会因为交易 后续的交易发生 或者是这个时间的经过 有一些的调 有一些的变动 所以后续的会计记录怎么做 会发生什么样的交易 所以他会怎么样去做记录 然后呢 到最后期末 我在编财务报表的时候 那我怎么去把 这个科目的金额 允荡的表达出来 所以期末很多要做 评价 尤其是流动资产 在国际会计准则里面的 流动资产 就非常强调 他的评价的需要 好 所以一样 再讲存货的也是一样 好 到了期末 存货这个科目 我期末要做什么样的评价 评价的方式 好 评价的方法是什么 是市价法还是成本与市价熟低法 或者我们应该叫做什么 成本与公允价值熟低法 好 因为国际会计准则 他已经没有用市价 market value 或者是market price 这个名词 他用讲的是fail value 就是公允价值 所以前面讲到现金存货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现金期末是没有评价的问题 好 但是存货期末有评价的问题 那第八章就要开始谈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 也就是人家欠我 欠企业 我们有权利去跟对方收钱 好 那叫做应收款项 那应收款项呢 大概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形态分成两种 好 应收就是receivables 好 应收款项 分成两个 一种呢 他只口头上说 没有任何书面凭证的 我们叫做account receivable 应收账款 好 为什么加s 好 那我们再问 还有一个呢 如果你有书面凭证的话 我们叫nose receivable 应收票据 为什么加s 好 你们讲一下 为什么会加s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为什么有加s s就表示负数嘛 对 跟英文一样 好 我们今天不是在上英文 我只问你说 他会加一个s的意思是说 好 本来要问你们了 有没有人可以讲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 为什么加s 我们在讲 应收账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提过 你跟一个陌生人 他走进你的店里面说 好 我要买这个 我要买那个 好 那我货拿走了 改天我再来付款 你会不会同意 一个陌生人 你不曾看过 不曾跟他交易过 他进了你的公司 看你的展示品 好 我要买这个 我要买那个 好 东西我先拿了 改天再付钱 就算他跟你讲 三天之后付钱 你会让他把东西带走 不会 所以我们说你要让 会赦账应收 就是我东西先交给对方了 但是对方还没有付钱啊 那我有权利去跟他收钱 所以他才会说一个债权 那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我的往来的顾客 好 就我的client或customer 我一定要对我往来的客户 先做信用调查 这个客户 好 他呢 资本额有多少 然后他的交易 他的营业额有多少 好 然后跟我的交易的记录 好 那如果都很OK 也许我给他的额度 就会比较大 如果这个是一个陌生人 虽然他提供了相关资料 可是我对他呢 不熟悉 虽然我也先做了一些survey 但是跟他之前没有真正的交易过 所以我会比较保守 但我不会跟他讲说 对不起 因为我跟你不熟 虽然市场我去评价的结果 你是不错的公司 但是因为我没跟你交易过 你要跟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才要把东西卖给你 那这样你就会丧失掉 你的交易机会 所以通常他不会是要这样的要求 那我要给他一个所谓的额 就是我要让他奢账 这个就是有点像奢账啊 因为你东西拿走 我还没拿到钱啊 所以对方是设账 你要给他设账 你是不是要做评估嘛 所以你会对每一个 你的顾客做信用调查 那你根据不同的客户 给他不同的信用额度 所以我对每一个客户 会设一个独立的明细账 所以应收账款 一定会设明细分类账 我们说我们有总分类 我们的会计记录里面 好我们有日记部 然后日记部要过账到分类账 那我们也提过分类账会有一个明细分类账 才有个总账 那明细分类账的加总就是总账的科目的金额 所以我会有10个客户 我10个客户会欠我多少钱 加起来 那就是我的应收账款的总金额 好所以我会对每一个客户设一个明细分类账 所以他会有一个account就负数啊 因为会有很多个客户 你不会只卖一个客户吧 这个客户倒了你就毁了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真的企业是把所有的基站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压这个客户 所以这也是很大的风险 好一样 应收票据也是一样 好应收票据跟应收账款不同的是 票据是有一个面 就有个书面凭证 他会写说哪一天 好他会他将这张书面凭证上面筑记的是 他哪一天拍这张票据的 哪一天要付款 然后要付多少钱 他付给谁 谁来付 好所以这个后面会有一个签 那个所谓的发票人的sign 就是签名签章 好这就是应收票据 那一样啊 你会说我拿到这个票据 所以就表示他一定会付钱吗 当然也不是啊 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 我给一个客户 每个客户设信用额度的时候 那不是应收账款一个额度 应收票据一个额度 不是哦 因为他们通通叫做应收款项 所以我会对他设一个额度的时候 这两个是加总的 你开了票 你也可以开的票是跳票啊 没有人说你开了票 就一定是铁票 一定会付钱啊 当然不是 好所以应收票据跟应收账款 加起来就是你给这个客户的 信用额度的范围之内 可以先让他设账的 就欠款的部分 好所以这个会加S的原因 那问一下 如果我收到一张支票 它是不是应收票据 如果我收到一张支票 它是不是应收票据 我们的票据法里面的票据有三种 支票 本票 汇票 好 支票 也是我票据法里面的个票据 但是我上次在讲现金的时候 银行调节表就提过了 在你原文书看到如果写checks 支票 它就是现金 因为在国外支票就是代替现金的一种票据 所以它不是应收票据 它不是本票汇票 你发票日到付款日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 但是支票它只有的日期 这个日期就是它要付款的日期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开票日跟付款日 这两个日期 它只有一个付款日 所以我们当然讲说 在你看到原文书里面 如果写checks 支票 它就是现金 当然台湾有台湾的习俗 好习惯 台湾会开远期支票 比如说今天105年的2月25号 我可能我今天如果要付一笔钱 我可能会开这105年的3月25号的支票 那这张支票就是付款日就是那一天 那当然就是台湾的习惯 基本上这样的支票 我们叫做远期支票 在国外没有远期支票这个东西 它只有一个支票 支票一定是集期 因为支票就是代表现金 所以你看原文书我要讲 你看到原文书 如果他跟你讲 他收到一张支票的时候 你不要写成nose receivable 因为在原文书里面 在国外支票就是现金 好 所以请你特别留意 那但是在中文书里面 如果他没有 我们未来你看到中文的教科书里面 如果有写支票 没有特别讲 他只有讲支票两个字的话 你也要把它当作是现金 除非他告诉你 他开的是远期支票 好 除非他告诉你开远期支票 那远期支票在当下来讲 比如说我拿到一张105年3月25号付款的支票 我今天要入账的时候 我不能写现金啊 因为他不能用 他没有到付款日他不能用 所以我入账的时候 我就要必须写成nose receivable 因为他还不能当现金使用 所以他就是一张应收票据 好 所以我们的receivable 应收款项分成这两个 好 那我说了这两个会根据每一个客户都设一个 明细分类账 因为是为什么要设明细分类账 因为要给每个客户的信用额度 我可以让他设账的金额需要上限的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管理时候会用到的 好 那当我发现了一个交易 我履行完我的义务之后 我可以承认收入 但是我还没有拿到任何的资产 只拿到一个口头上的承诺 那我就要承认为应收账款 那如果对方开了票据给我 我就写应收票据 好 所以什么样的交易发生 我要入账的时候怎么决定 那第二个 如果应收账款应收票据 我入账的时候呢 如果记得我们在讲买卖业的时候 有没有讲过销货折扣 记不记得 我们是不是这样写 如果呢 你在10天之内付款 取得2%的折扣 好 30天是你的信用期间 好 也就是说超过10天以后 30天之前你一定要付款 但是这段时间你就没有discount了 就没有折扣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带大家算过 那这个折扣你要不要努力去争取 好 那当然我们也有算过 如果是这种条件的话 相当于卖方给买方借钱的概念 这个年利率是37.5左右 所以它的利率是很高 所以基本上如果给这种折扣的时候 它一定买方基本上就一定会在折扣期间之内付款 因为给的折扣很高 好 那我们就来就来谈 如果他有给这样的一个交易条件 我入账的时候 我的金额怎么决定 我把东西卖给人家了 对方还没有付钱 好 那我跟他讲的交易条件是 你什么时候付款呢 你如果10天之间付款取得2% 那30天超过10天以后呢 你最多只能欠30天而已 但是超过10天以后你就没有折扣 好 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交易的内容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也知道说 因为这个交易 我已经把东西交给对方了 我可以承认销货收入 但是对方还没有付款 所以我要承认应收账款 那我自己 所以我知道应收账款的客户就已经决定出来 接下来说 金额怎么决定 假设我今天是104年的2月25号 我有卖了一个双方讲好的金额是10万块 好 但是呢 这10万块呢 如果你10天之内付款 你就可以什么取得2%的折扣 好 那我们来谈这个交易 我怎么入账 好 我的入账方式 有两个 一个叫做总额法 一个叫做净额法 好 总额法呢 就是2月25号 我入账的时候就应收账款 好 现在容我这个缩写 那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每次要写完整 好 总额法就是全部10万块我就写进来 那销货收入 Sales Revenue 10万块 10万块 这个叫做总额法 另外一个叫做净额法 好 另外一个写法呢 也就是说 既然我刚讲了啊 因为他给的折扣呢 是非常的优惠的 所以买方基本上 一定会在折扣期间之内付款 换言之呢 他会折扣期间付款的话 我就是应收账款 净额法 我就先把折扣扣掉 我入账9万8千 Sales Revenue 9万8千 好 这是净额法的写法 好 这两个都可以 你怎么写都没关系 那重点就是说 你这样写跟这样写 如果未来你在10天之内收到钱的时候 你怎么写这个分录而已 好 假设我在3月 因为2月今年刚好有29号 所以呢 我们应该是3月6号才会是10天 好 第10天应该是3月6号 好 所以呢 我收到钱了 拿到现金 因为折扣期间之内付款 所以我收到9万8千 但是我换掉 冲掉的是什么 我的债权应收账款 10万 这时候我就有2千的是什么 2千是什么科目 赶快 这时候我会有2千的科目 会叫做什么 科目用什么 评理 大选一点 对 什么 什么discount sales discount 对对对 就是销货折扣 因为你是销货来的啊 说sales discount 好 好 这个科目是不是就放在这个科目的底下 当我编 损益表的时候 所以 我的销货金额就是9万8千 好 那如果是这个写法 原来我是这样入账的 然后我在3月6号收到钱的时候 我就是借现金9万8 带下应收账款9万8 就结束了 差别 好 一样收到9万8 一样我承认的消货收入的进额 消货进额就是什么 也是9万8 好 所以这只是一开始你的分数怎么写 你后续怎么写而已 好 所以我们的记录方式 通常很多的情况之下 可以选择A 可以选择B 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最后的结果 反映在报表里面的结果 不管你是写A也好 写B也好 结果是一样的 好 这个叫做总额法 这个叫净额法 就这样 好 这是应收账款 我发现的这个交易 我要决定 第一个它的科目 第二个 它入账的金额 好 那入账金额这样完了 好 那就是我产生这应收账款 最后的结果 有两个情形 一个是收到钱 一个是没有收到钱 那没有收到钱 你基本上你也不会说 他30天就要付钱 结果他没有收到 他没有付钱 好 那我就承认呆账了 就承认说 我收不到这个钱 你会这么悲观 这么消极吗 你一定会努力去要钱吗 好 所以基本上 当你收不到钱的时候 你也不会那么快就认为 你就收不到这笔钱 你就认了 就算了 我就不要去跟他追了 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好 所以呢 必须经过我百般的努力之后 他真的对方就是不收不付钱 好 那我要 就等于说我也死了这条心 好 我觉得这笔钱收回来 无望了 所以我要冲销我的账款 好 所以在上个礼拜的 哎 不是啊 学期末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就讲了 当我账款收不回来的时候 我的分路怎么写 好 我的交易分路怎么写 好 当我收不回来的时候呢 我的冲销的方式就有两个 好 因为呢 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在讲 我们在讲第三章的期末调整的时候 调整我们有印记项目调整 地缘项目调整 第三个 估计项目调整 那估计项目调整里面我们有说 资产的折旧费用的调整 还有印收账款 如果估计他收不回来的 被抵呆账的调整 好 所以我们有 所以那里就已经有讲过 调整 期末要做调整 要去做估计 好 所以这个方法 那我们的会计的方法叫做被抵法 好 我们的期末调整有两个 就是期末 我们要做的事情 可能如果有 印收账款 我也去估计他 他可能收不回来去做的 调整 好 那我们叫做被抵法 好 那我的分路 期末在调整的时候 大家记得我们在 第三章调整里头就讲 我呢 坏账费用 代计 Allowance for 好 课文我记得他写 doubtful 好 不要写doubtful uncollectable 收不回来的 好 我期末调整的时候 借 呆账费用 代 背抵呆账 好 所以期末 在被抵法之下 我期末会做这个事情 所以当我账款收不回来的时候 我什么 我要冲销他的时候 ride off 我就直接先冲我的 背抵呆账 带应收账款 如果当我要冲销我的账款的时候 那在背抵法之下 我是借背抵呆账 带应收账款 你就不会再承认一次呆账费用 因为你这边已经承认过了 好 所以你是从你已经提列过的背抵呆账 好 那应收账款已经实际收不到了 所以我就把应收账款的金额减少掉 好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我说这个是一般公用会计准则所要求 当一个企业有应收账款的时候 你期末就要做去 就要做调整 去估计你的账款有多少收不回来 来提列呆账费用 好 但是呢我说了 我刚刚讲了 你也记得 当企业有应收账款 你就必须去估计你的应收账款有多少收不回来 那你估计怎么估计 你总不能说丢铜板 纸骰子 还问谱 老天爷认为我有多少钱收不回来 不会 所以你要怎么估计呢 最常用的估计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根据以往我的应收账款大概会有多少的比例 或者是销货里面我的奢销有多少的比例 你会收不到钱 所以我一定要有什么 过去的经验 过去的记录 我才能做估计 那我如果以前都没有产生收不回来的问题 我就没有呆账率了 都没有呆账率 所以我上次是不是讲 如果你的交易对象是政府机关 比如说我之前有这个参与 这个帮有一家公司 企业 他是一个检验单位 然后呢 他的做的检验呢 收到的检验的时候 这个检验的经费是谁付的 健保局付的 所以健保局 你只要知道健保局是怎么样的检查 他其实是会支付的 所以你很清楚 你接了这样的一个案子之后 你跟健保局收钱 那个勤款他不会不付钱 所以没有账款收不回来的问题啊 所以他没有收不到的账款的记录的话 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用背底法 因为你一定要 背底法一定要什么 根据过去的经验 有多少收不回来的比例啊 那你没有的话你就没办法做 那都没有办法做 没有办法做 那你也不用强迫做 一般公众会计准则规定 一定要提列啊 所以我一定要做 当然没办法 因为你的估计上面 就没有那个计算值出来 我们会计头就这样了 你没有金额就没办法做记录 好没有办法做记录 你会计上就不会出现嘛 好所以如果你之前都没有发生过 账款收不回来的那个经验的话 那可是哪一天你真的发生了 账款收不回来 那你要怎么做 那你当然你就还是要做记录啊 只是因为你之前没有这个背底 因为你没有记录嘛 没有之前的收不回收不到钱的记录 你没有办法提列 没有办法估计 所以你等到真正发生的时候 你再来做冲销 好我们叫做直接冲销法 直接冲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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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表示说我发生了 我再来做冲销就好了 发生了 我再来承认我的 待账费用就好了 所以当我发生的时候 直接冲销法 我就承认 费对付费 费对付费 代记 Accounts Receivable 这个就是直接冲销法 好 我们上次其实有讲过 就是当你没有这个背底的资料 没有背底带账在你的账上 而你发生了账款收不回来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方法 这个叫做直接冲销法 这是到目前也是我们上学期有讲过的 接下来我们上学期讲完这个部分之后 我们其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应修账款 当什么样的交易发生的时候 这个科目入账 有了这个科目之后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收到钱 一个是没有收到钱 这个当中收到钱跟没收到钱 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谈 那期末我要编财务报表的时候 我的运收账款要表达出多少的金额 在我的账那个报表上面呢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直接冲小房的单 当然就表示因为你没有之前的 这个呆账的记录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估计 所以你有多少运收账款 就承认就写在你的报表上面就好了 但是如果我过去有这个经验 我的账款有多 有这个收不回来的记录 那我根据这个长期的一个观察之下 我呢去得到一个呆账率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提背底呆账 期末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好科目就知道了 我提了呆账的时候 就是借呆账不用呆背底呆账 这科目都没变 所以重点就是这个金额怎么决定出来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这个金额 怎么决定出来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呢 我们上次期末考的时候又考 好那再来讲一下 我们上次有讲过了 我期末要怎么去估计这个呢 我们的估计的方法有两个 一个叫做损益表法 好一个叫做资产负债表法 好这两个方法 我们先吧 先帮你复习一下 到上学期我们讲过的 然后我们再休息一下呢 我们再来讲 比较新的 就是上学期没讲的 那中间有10点 就会让大家休息去买早餐 好因为之前的同学跟我讲过 10点下课很重要 为什么要去买早餐 好所以我会上10点下课 会让你们先去买早餐 那我们再往下讲 那我们今天呢 不会让大家 这个上三个小时 好所以会提早下课 但是 就看我讲到哪里了 预计至少会两个小时 就是最快11点下课 有可能就是11点半 好就看嘛 好所以先让大家知道 有点期待 不要想说 一直在想 怎么还没下课 会不会是想说 哇 我还做到12点 这会很辛苦 所以 我今天呢会比较人心一点 但是 我们还是要讲一些新的东西进来 好 所以我先把 上个学期讲到的地方 先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复习 我们要再往下讲 好 那我们期末做调整的时候 有两个方法 怎么样去做 我的估计的背底呆账 我怎么去承认呆账费用 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 好 一个叫做损益表法 好 这是什么 我的 Income statement approach 好 叫做损益表法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叫做资产负债表法 好 一种 另外一种叫做资产负债表法 好 那这两个方法 怎么去计算 然后呢 你 你 重点呢 我说呢 我们从 为什么会计 会让人家觉得很多算 很多的计算 很像数学 其实应该说很像算术 因为就只有用到加减乘除 它只是算术 还不叫做数学 因为我们要去决定那个金额 怎么算出来 怎么决定出来 好 所以我们有这两个方法 那这两个方法呢 什么叫损益表法 这个方法它的重点 或者是说 采取这个方法 它的目的是要让什么 收入费用配合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的目的 就是说你管理管理者 这两个方法都是一般公司会计准则所允许的 那你一定要选择 损益表法还是资产负债表法 就看你的重点要放在哪里 如果我的重点是要放在 收入费用要配合 那我就用损益表法 如果我的重点是要站在我的资产负债表 能够公运表达 那我就用什么 资产负债表法 所以这两个方法 它算出来的金额不会一样哦 不会一样 好 所以先听听一下 这两个算出来的金额不会一样 那不会一样 不是这个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 没有这样的问题 就看你的重心在哪里 我重点要让我的损益表做一个很允荡的反应 那我就可能采取损益表法 那如果我的重点是要让那个我的资产负债表 能够很允荡的表达出来 那我就采取资产负债表法 好 那什么叫损益表法呢 因为大家回忆一下 我为什么会产生这应收账款 你为什么会有应收账款 为什么会有应收账款 我刚刚一开始就先讲了 奢销 奢销嘛 因为你卖了嘛 你卖了 你承认销货收入对不对 不管你是 我已经插掉了 在这里嘛 不管你是信销也好 设销也好 你又是sales revenue 你就承认收入了嘛 好 所以既然叫做收入 我反映在我的损益表里面 我就承认这个收入 因为有这个收入 我卖这个东西 除了我有成本之外 我有相关的费用发生 那这个费用有的是已经发生了 比如说 我呢是卖了东西 我要给我的业务人员抽佣金 所以他今年告诉我 我卖了100万 我必须付给他这个 这个1万块的佣金 那我就承认收那个费用了 可是就有些的费用 并没有立即发生 以及说 我的账款收不回来 我不会很快就确定出来说 我账款收不回来 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 假设我104年卖的东西 到了105年 甚至106年我才确定 我卖掉的那个运收账款 卖掉东西产生的运收账款 106年才确定他收不回来 那我在106年才承认这个呆账费用 那有没有收入承认在104年 而相关的费用是在两年之后才承认 那这样是不是违反了我们的所谓的配合原则 配合原则就是我承认收入的同时 就要把跟这个收入相关的所有的成本费用 一并承认进来 而我的呆账费用 如果是104年的账款 到了106年才确定收不到 那我在106年才承认呆账费用 那是不是就会什么 违反我的收入费用配合原则 尤其是我有过去的经验 我的账款 我的社交里面是有收不回来的记录了 所以我们就必须什么 根据这个历史的资料 历史的那个经验呢 我就要提列呆账费用 那我的呆账费用的计算 既然承认销货收入 那我的记录上面也是说 我的收入里面有多少会收不回来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采取 销货百分比法去承认我的应收账款的 承认我的呆账费用 好所以损益表法就是根据我的什么 sales revenue 根据我的sales revenue 的比例来承认 好这个叫做销货百分比法 好那但是你要记得 是销货的进额不是毛额 当然如果你可以有奢销记录 我如果能够知道 我有多少是奢销而产生的呆账率的话 我用奢销金额去算会更精准 因为你限销会有呆账吗 限销不会啊 钱都收到还有呆账吗 没有嘛 但是我一定是什么 奢销才有可能会产生呆账 那所以如果我的记录方式 我能够找得出来 有多少是我的奢销 那我去统计出来 我的奢销里面有多少收不到钱 那我用奢销去算是最好的 因为比较准确 那如果没有 你可以看吗 我限销也是代际销货收入 如果是奢销我也是代际销货收入 所以你的销货收入 这个会计科目你其实看不出来 你是限销还是设销 好 除非你自己要另外去计算 如果没有的话 最常就是用销货的金额 但是记得是销货净额 什么是销货净额 销货收入减掉 销货折扣 销货退回于择让 好 那个就是我的金额 去算我的呆账费用 好 那如果 我的重点是要允荡的反映出 这是我的资产负债表的公允价值 那我就根据什么 运收账款的余额 好 根据我期末 运收账款的余额 那我过去的经验里面 运收账款里面有多少比例收不回来 所以我就用这个比例去乘我的运收账款 来得到我的呆账费用 好 所以这两个计算的根据点不同 那当然他的呆账率也不一样啊 因为上面是根据我的销货里头 有多少收不回来 这是根据我的运收账款的记录里面 有多少收不回来 好 所以他的呆账率不一样 一定不会一样 好 那重点在第二个 还有一个重点是在哪里呢 我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好 我的流动资产 Current Assets 有一个应收账款 下面会减掉什么 我的背底呆账 背底呆账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呢 它是放在什么 应收账款的底下 那因为它发生在带方 所以它一定是减项 好 所以得到的这个金额才是我的什么 Net 或者是我们叫做 应收账款的净变现价值 好 MRV 净变现价值 好 这是我反映在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应收账款的金额 所以我要告诉你说 不管你用这个方法 还是用这个方法 算出来 反正因为你都是有什么 代计 背底呆账 背底呆账 背底呆账已经放在什么 资产负债表的 应收账款的底下 是一个简像 好 所以只是说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的话 这个金额 就不一定什么 跟收到的钱会比较相似 不一定 好 如果这个的话 这个方式的话 它算出来了 就是深圳反映出 应收账款 会收得到钱的金额 大概是多少 就是净变现价值 MRV就是净变现价值的意思 好 所以不管你是用哪一个 只要你要背底呆账 他一定就放在这里 好 那我在讲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的背底呆账 T字账里面 好 背底呆账 这个如果是我的收入 好 我的收入 消货收入去承上我的什么 我的呆账率 好 这是我的百分比 呆账率就是我的呆账 这是一个百分比的意思 这个算出来的 这个算出来的 这个因为私人是写A了嘛 这个算出来就是我期末 调整 直接调整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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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写在这里 好 那如果我是这个方法 B哦 好 如果是B的话 我的背底呆账 那 这个算出来的 这个一样是什么 我的Accounts Receive 乘上我的百分比 呆账率 这个算出来 这个我们把它用代号是B 算出来是这个结果 我算出来是我调整后的 背底呆账要有多少 所以这个是什么 调整之后的余额 这是我调整之后的余额 好 所以呢 我知道这个调整之后的余额 我要去算什么 我要调整的金额 所以这个 这两个方法 不一样除了你根据的 这个科目的金额不同 呆账率不同之外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算出来的结果 在那个帐策上面的 反应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算出来是 直接我要调整的金额 调整之后才有期末的余额 好 那这个方法呢 是我这个算出来之后 直接得到的是 我调整之后要的金额 那我要调整的金额 在这上面 所以这两个不太一样 好 所以这是我上学期的时候 有特别去提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方法 不会去管我调整钱 是借余还是待余 不管它 好 我就是调整应收 我的销货金额 去乘上我的呆账率 就得到我调整的金额 那我把调整钱是借余还是待余 合计起来就是我调整之后 调整之后的 背底呆账的余额 那就放到这里 那如果是我的资产负债表法的话呢 我根据我的应修账款的余额 去乘上我的呆账率 得到调整之后 要这个金额 那调整之后 要这个金额 调整 要调整多少金额呢 那就看调整钱 你的余额是多少 会受到影响 好 所以这个 是我们 这个 上学期的时候 考试有考的其中一个题目 就是在讲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先 待会我们再用这个例子 带一个例子 然后再往下讲新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